最後呢 如果您都做好了 我們要把它做輸出 那麼要怎麼樣輸出 我們的效果會比較好 您看一下這邊 找一個你喜歡的角度 那麼您點哪一個模型的時候 我會建議幫你設定 點到那個模型 那個模型就會自動自中 在畫面正中間 所以你要平移不好移的時候 你就可以像這樣移動一下 好 假設你要這個畫面 您看上面這裡 也沒有照相機跟攝影機 做動畫照攝影機 拍照照相機 所以我用這個照相機 好 你點了之後呢 它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要輸出的尺寸 一般這個當然我們就可以輸出比較大 400這個人太小 但是呢 它的畫質有分四種 我平常都會拉到最右邊 因為這樣是最高畫質 那最高畫質呢 它就可以設定什麼 你是哪一天的 因為不同的天 我們的太陽角度不一樣 再來時間 我平常都比較不用正中52點 因為這個時候輸出會比較亮 輸出會比較亮 所以我通常會把這個時間點 把它調前 比如說到早上 或者是傍晚的時間 這樣效果會好一點 欸 比較不會那麼亮 那如果你是輸出戶外的 其實天花板是不用增加燈光嗎 好 輸出這個的話就不用了 好 那我就先用這個人就來開始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開始幫我們做什麼 光影上的電話 好 因為你現在在這邊動的時候 你應該有發現 有沒有光線 有沒有影子 沒有對不對 可是你看一下這裡 我現在用比較小尺寸 你看上面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有影子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你可以先用比較小尺寸先輸出 大概看一下 好 大概看一下 等到你確定 OK了 你再輸出比較大的尺寸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對不對 好 那輸出好了之後 你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儲存起來 那萬一 你要的是晚上怎麼辦 蛤 因為早上四點 太陽還沒出來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按輸出 速度會很快喔 因為你又沒有腳踵這裡 有沒有 黑漆漆片 所以如果你要晚上的怎麼辦 請來這裡 有沒有發現有個電燈跟燈具 我們在軟體裡面齁 燈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真正有實體的這個模型的 比如說你有所謂的路燈 有沒有 燈柱 這樣 就真的會有一個燈 好 像這樣子 那也有一種就是說 我只需要什麼 它會亮就好了 我只需要它會亮 它不需要有那個燈具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用這種燈泡的 你就看你要什麼顏色的 它就會有什麼顏色的燈泡 所以我把這幾個先丟在這邊 然後呢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給你看一下 其實我們一般在室內設計裡面 老師如果看到他們平面圖的話 這個就代表這是一個燈 好 就是一個燈齁 好 那我們現在試看看齁 現在有交電費了齁 再把它按下去吧 雖然是晚上凌晨4點鐘 但是呢 這邊的亮度就會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了 有了齁 白天就沒差啦 白天那燈有亮沒亮就沒差 但是呢 你如果是選擇晚上的時間 這裡就會不同 你看 這樣又不一樣齁 所以 其實呢 雖然它是一個很簡單的3D軟體 但是能夠做的事情其實蠻多的齁 在這邊 就是跟老師這樣簡單介紹一下 那這樣老師 今天這個有沒有問題 簡單齁 OK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